李小璐允许年深陷负面传闻时,第一时间就否认有出轨行为,当时马苏也站出来力挺,却丝毫阻止不了网上的舆论。 就在事件持续发酵时,贾连亮发出一篇神类之下的文章,有去刮群众是认为这是坐实了传闻,此后再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李小璐承受了不少恶意的抹黑和骂骂。 近日,某律师组在网上公布,关于李小璐名誉维权二戒的法律声明,已有五例案件已陆续上诉,供获赔三十三万的抚慰金。 除此之外,还有其余名誉维权二戒,还在依法审理中,随后李小璐工作室转发该动态,趁将会维权到底。 李小璐的名誉维权二戒声明内容中,可以清楚看到卓伟明却否认自己爆料过,并表示网传的内容都是他人为曾阅读,借此造谣的,这样的做法同样也侵犯了他的名誉。 9月29日,李小璐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,就维权二戒发了篇长文,首先是感谢了法院的公正判决,接着又讲述了李小璐,从身陷负面长文其所承受的伤害,同时还影响了其家人。 这不只是简单的被造谣和抹黑,而是一场长达十个月的网络暴力,因此必定会维权到底,从李小璐维权声明一出,其实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网友们都各持几件,有的支持李小璐维权。 这是个明智的选择,有的则表示当时的事件,从头到尾都没有实锤,更像是有人故意整出来的,还有不少网友把矛头指向了贾乃亮,趁其早前所发的文章,模棱了可才是引发舆论的关键点。 当时贾乃亮的长文,其实李小璐拿起法律武器,只是不希望网络暴力再继续侵犯他与他的家人,随着明晕成案的上诉,也终于让整个世界迎来了光明。 可现在网上却出现了骂贾乃亮的声音,完全又是一种网络暴力,看来李小璐的这次维权出众又是于对为了。